Hello 我是大叔 歡迎來觀看暗黑地牢的遊戲影片 那這個遊戲只是打算做一個簡單的 就知道並沒有說要做一些遊戲內容的播放 那這個遊戲過程就像那個FTL一樣 非常的有點沉默 而且這遊戲也是YOLO型遊戲 所以除了如果人物死掉的話 還有花時間重新的花時間去培養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這個遊戲的內容 那這個遊戲內容是說 主角他這個村莊由於過度開發的關係 結果有點類似邪神的東西跑出來 那他回到這個家鄉主要就是要把這邪神給擊敗 然後雇用很多那些英雄豪傑來打翻那些邪惡私禮 那首先我來講一下職業 那職業有兩種排法 第一個就是從遠距離到近戰 或者是從近戰到遠距離 那這個職業算是 首先是這個職業 那這個職業叫做麻蜂病人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這樣翻 那麻蜂病人他是因為得了麻蜂病 所以才會叫麻蜂病人 那他主義是近戰為主 那再來是這一位 這一位是十四軍 那十四軍有除了攻擊以外 還有一些類似補血的功能 那再來是類似那個流氓的那個 算是流氓的 那也可以稱他為野人 那野人的大部分都是攻擊的技能比較多 然後他有一些有那個吸氣技能 像這個我看一下喔 這個有類似放那個放血的技能 但是頂限於他在 這個第一個區的時候 才會才有這個技能可以使用 好 那再來是 那這個算是 新的那個職業啦 那但是他的那個 英文翻譯非常奇怪 所以我就暫時稱他為 那個重提士好了 那因為他 那因為他全身都穿很多重灰甲 那所以我就才會稱他為重提士 那重提士大部分都是 近戰居多 然後也有一些類似 那個增加buff的能力 那這位是賞丁獵人 那賞丁獵人 那賞丁獵人他的位置 定義有近戰或遠程 那像這個鉤子 他可以把那後排的敵人 拉到前面去 那可以依照自己選擇 來選擇他要近戰或是遠程 那這位是 強盜 他強盜大部分都是 射擊居多或是近戰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選擇喜好 來決定他要做射手還是 近戰的 那這位叫做神秘學者 那英文就是這樣翻譯 那中文也是要這樣翻譯 那神秘學者大部分都是 遠距離然後專打後面的 後排為主 那他的技能可以 那雖然有一些技能 但是近戰的技能 但是可以照自己的喜好 來做一些編排 那修女不用說 他除了近戰以外 他有一些類似 治癒的功能 那他的角色定義就是在 那個補師的定位 那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那個職業 那再來這一位是小丑 那基本上我會覺得 他應該算是隱憂私人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他有魯特琴 那魯特琴可以 回復一些那些 那個 同伴的壓力 然後可以讓那個在 冒險中能夠更加的平順 那這個也算是新的職業 那這個職業算是 那個 動物的那個訓練者 那不怕訓練是狗 那這一版本的 那這個版本的 這個英雄他的 攻擊大部分都是 後排前排都行 那由於是 攻擊都是有狗攻擊 所以他 可以任意選擇 要攻擊的哪一個牌位 那你可以 他這個職業算是全方位的那些 英雄 那再來是 文藝醫生 那文藝醫生 專門也是 攻擊後排的 那他主要都會放一些 暈眩啊 或是中毒的 的那些技能 那當然 但是他只能打後排 所以如果想要攻擊前排的話 就只能選擇近戰這個 那也可以 他也可以做一些 治癒的功能 但是這個治癒可以 治癒的量 並沒有像補師那麼多 但是多少會有用一點 那再來這一位是 那個 弓箭手 那弓箭手就是標準的 遠程射擊類的 所以他的攻擊大部分 都是 遠程射擊 那他這個類似盲射 雖然可以 是 雖然說可以到前排都可以射 但是他 尤其是盲射關係 所以有時候會射到 第一個或是第二個 那再來是簡單講解一下 那個能力 第一個是HP 那這個是 防禦力 那這個是 那個怪癖的那個 應該說專注度 假如專注度躍鬥的話 像這邊 有一些正面的那個 正面的情緒和負面的情緒 那負面情緒 像這個庫頭表示說 他已經 他假如說壓力值太大的話 絕對會爆發出來 那怪癖的話就是 在冒險過程中 有一些 癖號會不斷的出現 那最後會走向 最後會走向正面或是負面 就看自己的能力 那 Speed 就是速度 速度值越高 那麼 他的行動回合 他就是越能先發智能 那在ACC mode 是類似精準的 攻擊的精準度 那攻擊精準度 越高的話 就越容易命中 那這個是爆擊 那爆擊越高的話 也一樣就是打的越痛 那最後DMP就是傷害 那以弓箭手來說的話 他的傷害介於在 六到十三之間 好 直接講完以後 我們再簡單介紹一下位置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四個格子 那你們看到 這位弓箭手 他的格子在第三或第四格 非常的亮 表示說他這些技能 可以依照我自己的牌 來 來 來擺設 那現在我攻擊技能 全部都拿掉了 你看他都沒有格子 那我現在點了這一個 那就開始稍微亮起來 表示說他這個位置會 比較有力一點 然後再點這個 然後再點這個 好 那我現在都點完了 你們看到他最後 亮的最高的就是這兩個 表示說他適合站在第三排 或是第四排的位置 那 那 那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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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其他職業的 攻擊方式 我就不太突然 只要是要 教理說 這些亮度 只要是他適合站在哪一個位置 可以 對比 比較有力一點 那 你現在看到右邊有一些 3 2 1 這個是代表他的 英雄等級 那 這有一些英雄等級 要升 要 要升級 只能破完那個地牢 破完以後才有 那個職業機 假如中途忘記的話 是沒有任何的經驗值 好 再來是簡單的 設施介紹 那 這個馬車呢 他有 沒事去 冒險回來的時候呢 他會 帶一些 英雄回來 那我們可以選擇 顧用 或是不 顧用 那這個上面 有那個人 人員限制 那我現在最多只能 顧用18位 那至於18位 你要顧用哪些 就自己決定了 然後再來是 旅店 旅店有三個 旅店的工具就是 紓壓 那我現在這邊都沒有 壓力值 小時候 所以無所謂 那 紓壓功能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 喝酒 然後賭博 還有紅燈區 那他注意的就是 有些 有些英雄他有怪癖 所以說 所以說 這樣我現在這一位 阿布城區那個酒吧 是因為說 有 這個 嗯 應該不是這個 有的 那這位小嫂他喜歡去 紅燈區 所以說 他一定要去紅燈區 才能解放他的壓力 那如果 那如果想要移掉 這個負面情緒的話 就要去 醫院 那這個是緊閉室 緊閉室可以讓他 花費金錢移除掉 他那個負面情緒 那 由於初時 花費的那個金錢非常多 要靠著 增結的方式來 來 減少那個花費 花費 花費 花費的那個 金錢的那個 減少花費的那個費用 那這個緊閉室通常要 然後 破完一次那個 那個任務以後 不管是 中途放棄 還是 成功 才 才可以 才會消滅掉 那這個是疾病 那 有 那譬如說我現在放這位 那現在沒有這位沒有疾病 就可以 就不用理他 那有時候 任務回來會得到一些疾病 那可以選擇放上去 然後 把疾病 疾病給弄掉 然後再來是教堂 那教堂也一樣可以 紓解壓力 但是 金錢也 也要花一下金錢 那他比那個 旅店好一點 就是說他不像旅店一樣會上癮 那有些人物去旅店 旅店的那個地方消錢 消錢 紓解壓力 紓解久了會有一點 會有怪癖產生 那 教堂玩得到還好 那這個是訓練那個 人物的那個 招式那個 等級 那個傷害 傷害等級 那每一個都可以 那如果想要增加他那個 RANK等級的話 就要靠著 升級方式來提升 那除了 那除了那個 等級提升以外 那英雄等級要提升 才可以 升得上去 那現階段 那我因為英雄等級不到3 所以 那現在第三級沒辦法學習 那最後就是 那這個是那個 鐵匠布 那可以升級他的 裝備 那也一樣 要透過升級 才可以升級越來越高階 那這個是類似 回憶的功能 那現階段上 我有兩個 主要 那這個回憶功能 只是 雲雲回憶 並沒有說什麼CG出之類的 那這個是 飾品的 販賣車 那每一次回來以後 他會不斷的刷新 然後看到自己 綜藝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買下來 那升級以後 可以增加他的那個 飾品的稀有度 那這個是花費 那個 點掃那個 購買的花費費用 那這是 增加他的那個 稀有度 而不是 不是稀有度 是增加產品的那個 數量 那稀有度 應該是水級的 那最後這個就是 可以解鎖那個 扎贏的功能 那每一個英雄 一開始有些是鎖起來的 那可以透過 給他訓練開討 然後最後來 增加扎贏的那個功能 好 那我們就現在 來去那個 地牢 來簡單介紹一下 遊戲的內容 那各位看到 有很多個地牢 那有些地牢 不同的樣式 代表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冒險 像這個類似 骷髏頭 表示說有 BOSS的存在 那BOSS 有些好打 有些不好打 那有些就是單純的探索 或是一些小小的任務 那有分綠色跟 橘色 那橘色代表說要等級3的才行 那最等級2的也可以 不到3級也可以 但是 假如說我到我選擇 第一個的話 像等級3的他就 不願意參加 因為等級太低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選一個 來簡單介紹一下 遊戲的內容 那我就現在選邊選一個 那這邊有一些裝備 那注意有些裝備是有指定 限制職業的 那下面的common代表說是共用的 那可以選擇自己要裝 或不裝 那我們現在 那我現在人都選好 就開始遊戲了 那有一些地圖是中等或大型的 那中等會有一個 類似露營的那個睡袋 那這個是食物 鏟子 那個解讀劑 然後繃帶 然後這個類似 這個有點忘記了 不過他 遇到有些物品 不敢確定的時候 可以使用他 鑰匙開寶蝦 然後這個是聖水 然後最後是火把 那遊戲最重要算是食物 所以食物能買多一點就買多一點 那由於我手下角有修改過經驗 所以基本上我幾乎都可以全買 那我通常都是買一組 那火把能帶多一點就帶多 因為 假如說你如果要紮銀的話 可以多買一點 通常我會買到 兩組就差不多 那現在就開始了 那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區域的地圖 那我們現在要往這個房間去 好 像這個有東西可以觸碰 你可以選擇碰或是不碰 那要碰的時候 他會問你要不要放一些道具 那這個是 看很多武器嘛 可以放放帶下去 避免說觸碰下去 結果人物流血 那要碰的時候 好 我們獲得了 6個食物跟275的金錢 那箱子有時候會有東西 有時候沒有 那這個是升級 升級要的那個必要道具 所以 看你自己的選擇 要不要把他帶走 好 開始戰鬥了 那這個金牌表示說 這個怪物受到驚嚇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攻擊了 那我們先 那這個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 勾爪技能 可以勾到後面的敵人 然後讓他移到前面去 我們大家看一下 好 沒錯 他被拉到前面去了 那這個有連耗的 代表是說 他可以群體攻擊 不過這個群體攻擊 會降低他的那個 會降低他抵buff一下 那我們這個 因有私人嘛 由於我是放在後排 我們就來增加一些buff能力 好 再來是狗狗 狗狗幾乎都是 全部都可以攻擊到 所以我們就好可以 安心的攻擊 那每一個怪物打完以後 都會掉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給他點錢 那選擇自己說 要拿那錢 還是道具就自己決定 然後蜘蛛 那這個是私咬 可以讓全體 增加那個 有那個流血狀態 沒錯流血了 那這個跳展可以直接 砍到最後一個單位 但是 頂線人員的時候 他站在第一格位置 那這個標記 標記可以 標記有一點忘記說 他的功用是什麼 不過 目前 在官方 官方上面 並沒有解釋太多 那這個是 讓人家 那個對方降低能力的 攻擊 但是他會往前三格 所以說 他會跑到第一個去 那我們就先來 增加自己的能力吧 那對方攻擊 那怪物攻擊的時候 有時候會 防守住 沒錯 這裡防守住 這一些就看自己 運序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就用 私有的全體攻擊 好 那有一些會有寶石 然後 要必須回到營地以後 才可以做變賣的動作 那由於我現在不缺錢的關係 所以我就把 就是拿資源 那現在有一個寶箱 我們就拿鑰匙開 那一般用手動開也可以 不過有時候會出發一些陷阱啊 或是 不好的影響 那我們就 用鑰匙能夠確保百分百打開 好 我們來到資源 那我們看一下哪一個丟掉 這個丟掉了 好 那我們就往下一個丟掉 那有時候走在路上會有陷阱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通常中的陷阱會有壓力 那紅色條表示是血 那這個黑色條 表示說是有壓力 那壓力值一旦到100 以後會引發一些負面能力 或是正面能力 所以一切就看自己的運氣了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 引用士能先動作 那注意一下 這個比較大 比較胖一點 那個 算是 強盜子吧 那他一次就佔2個 所以說 所以說 有一些攻擊 只能到第二個 我只能攻擊他 那我們先來增加自己的能力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狗可以攻擊4個 但是他眼前就有3位 那也就是說 這位大胖池就是佔了2個 那我們現在用屍咬攻擊 來讓全體流血 對 那後面的槍走他會群體攻擊 通常我會優先第一把他解決 我會把他拉出來 非常好 哦 這個他趕快解決 要不然他會變成那個 那對 敵人爆擊的時候壓力只會增加 這個也很討厭 那我們現在先來把這個 屍體給解決掉 假如剛那屍體沒有解決的話 他會變成 死靈狀態 然後又復活一次 然後那我們先來 群體攻擊 因為要先把後面這一位解決掉 好解決了 那由於今天才改版的關係 所以說 現在多一個 非常麻煩要解決的事情 我們用這招來把他解決掉 那現在就只剩這位大胖池了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 含琴來 舒緩一下壓力 然後狗狗我們就攻擊了 好非常好 支援不錯哦 那假如說東西太滿的話 可以選擇點人 然後 使用繃帶 使用繃帶 那現在食物有點多 我們就可以來吃一點 一個人最多可以吃四分食物 那我們現在再往下個地區了 那他會告訴你的時候 他們餓了想要吃一下 他們餓了想要吃一下 然後就按yes 他們就會吃 然後回復一點血 那遊戲亮度盡量要多亮一點 那遊戲亮度盡量要多亮一點 他會噴一些奇怪一點 讓增加人的壓力值 好我們現在被噴 我們壓力值增加人 那這遊戲從壓力值大於血量 所以說 有一些怪物會增加壓力值的 會增加壓力值的怪物 要盡量先解決掉 那我們先來解決這個小豬人 我們先來Buff 好 第二隻死了 好 擋住了 那這團肉呢 那這團肉呢 他會變成 假如不管在處理 以前是一團肉 那現在可能會變成 死人軍團出現 這有點蠻煩煩的 好 我們來結束他 那有時候會觸發一些尋找功能 那像這個是 表示說這個地方會有戰鬥 那這個是代表有東西可以觸摸 那麽地牢的探險 我們就在那邊告一段 弄木線的 暗離開了 他就問你是否要離開 那這個任務報仇就拿不到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選擇自己要拿什麽東西 那剩下的其他東西 會把它變滿回去 那這是我們獲到一些升級的資源 那由於沒有破關 所以不會增加任何經驗值 那現在這個類似綠色的動機 表示有疾病 你要去 要去那個醫院把它解除掉 那目前來說應該是沒有收出限制 所以愛玩多久 玩多久 那右邊這邊是一些任務表 那有成功了他就會勾起來 沒購的表是說沒成功 那麽暗黑地牢遊戲介紹影片 在這邊告給段落 那這個遊戲 我用一句話來做一個總結 所以運氣好的時候 如同天堂通的天堂 那運氣爛的時候 比地獄還要更地獄 那這遊戲運氣就佔得快要 這遊戲運氣的成分非常重 運氣好 他足以爛 光運氣就應該佔了幾八成左右的勝負 那現在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分配 還有自己的那個決定能力 那麽暗黑地牢遊戲的遊戲介紹影片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